彰化县福星乡万丰社区这天举行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接牌仪式 彰化县长文惠美和多位地方明代都出席参加 县长感谢万丰教会提供场地还有众人的协助 让据点顺利落成 也让在地长者有良好的据点环境使用 彰化县福星乡有22个村 已经成立22个社区照顾关怀据点 这次万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成立 也是全县第310个 彰化县长王惠美表示 未来目标希望能在县内 589个村里社区都能各有一个据点 让长辈可以就近在据点参加活动 获得妥事的照顾 一开始长辈就在这边做了半个小时的运动 真的有达到流汗的一个效果 那最主要关怀据点就是让长辈走出来 那再来的话这边会有做健康出去 量他的血压量他的这个相关的这些资讯留下来 再来很重要就是可以让他吃营养 有这个营养的一个午餐可以来吃 那透过这样大家的一个互动 减少他的一个老化 让他能够更加的一个健康 万丰社区理事长林桂强指出 感谢牧师提供教会场地 作为社区关怀据点 这里有无障碍厕所又有厨房设施 同时教会也是社区长辈经常走动的地方 非常适合作为关怀据点 我们这个据点以外就是有做师资的 师资是跟中级配合 还有做客户照顾 弱斯家庭的小孩 也不是都有做这个四天 所以因为虽然是管府保守我们一天 但是我们以前参照就是说 因为以前是做五天 现在要变一天 所以现在再去想说这样利用用三天 虽然资源不够 我们会拜托 大家给我们赌三天 而且因为我们教会 就是说牺牲奉献的精神 要做这四天 县府社会处表示 征华县65岁以上人口 已经超过21万人 约占全县人口17.15% 县府团队规划多项福利政策 出向中央争取经费 新建六处卫福大楼 及一处住宿型长照机构政机极规划新建中 并持续扩建日照中心 向弄长照站家庭福利中心 社区公共托育家园 育儿亲子馆等多元社会服务专区 建构老幼共学的好地方 记者雄心仪 展华线采访报道